北京的圓明园1860年 遭到了英法联军一把大火给烧了 从此这些文物就流落海外 其中大家最瞩目的就是 十二生肖的兽手铜雕了 而这当中 马首12月1号正式的回到了中国 不过这十二尊的兽手铜雕 现在已经有七尊已经回到了中国 但是另外五尊是下落不明的 但提到了英法联军 大家就在讲说 英国人跟法国人 你要来攻打你要来劫略 那就劫略干嘛要一把火 是放了圆明园 对 1860年圆明园大火 十二兽手全部流落海外 十二月一号历史的大日子 马首回归圆明园 大家一定会 马老师 十二兽手为什么只有马首 回归圆明园呢 因为十二个兽手 现在找到七个 还有五个 不知道在哪里 好 七个里面六个 现在都被博物馆收藏了 只剩下一个博物馆没收藏 就马首 所以马首永久回到圆明园 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大日子 好 我要跟大家简单讲一下 这只马首 1989年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怎么了 韩社老板蔡成阳 在伦敦八百万台币买到 他曾经拥有过 一只拥有 后来听说 他用一千万的代价 转让给他的好朋友周一雄 他没听过这个名字 谁呀 非常非常低调的一个人 他周一雄多厉害 一千万拿了 从蔡成阳手上拿了马首之后 两亿九千万卖掉 天哪 翻这么多倍啊 二十九倍 拜託 所以这个马首就进了 回到圆明园 是 五首没找到里面 大家最在乎的是龙首 龙是当头嘛 龙的传人啊 我有一次在关键时刻 讲圆明园十二兽首 是 我的好朋友就也上节目 古董家王渡老师 王渡给我说 是 龙首在台湾 真的假的 真的 在什么人手上 对不起那名字我不能讲 不能讲是不是 不能讲 因为在台湾 老公就要把他拿走了 要拿回圆明园了 不能讲 是秘密 现在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中法联军进北京 为什么只烧圆明园 对啊 这里面曲折离奇 血腥毒辣 好多故事 跟大家讲 好 当年大家都知道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签了天津条约 对 好 天津条约 给那个咸丰帝 皇帝一看 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皇帝一看 路不可 直接甩 这什么东西 打举 什么地方没签好 你不知道在意什么 里面有一个说 西方人 见皇帝 持西礼 就不用跪拜 咸丰帝说 见我不跪拜 他居然在意这个 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居然因为不想让西方人不跪拜他 火烧月灭月 天哪 这个跟这个有关系 好 那个英法的那个签约团 这个船队开始要到北京来签约了 就铁帽子王 真格临近看 皇帝为了这条不肯签 他就在大孤炮台 把人家签约团队 打烧四成 打烧四烧 然后伤了四百多人 这下不得了了 皇帝很高兴 曾国立起来 但是高兴只是一时的 200烧 那个英法战舰来了 200烧 把你大孤炮来炸个粉碎 回击了 然后这个英法部队就开始从天津登陆了 一登陆 我们再来谈判吧 就由巴夏里带了39个谈判团 39个谈判团里面 26个英国人 13个法国人 都是他们的首领 就来谈判 谈判 又签新约 结果皇帝看这新约 啪就又丢掉了 更生气 因为里面说 不但不跪拜 以后我们公使来中国 要递这个道任国书 你皇帝要亲手接我们的道任国书 咸丰说我还借你们 我还借道任国书 不接 是 不接怎么办呢 把这39个抓起来 他说 他们是谈判代表 没有人在抓这种 没有人抓这种 对啊 这个两军对战 不杀来死 抓起来 抓起来之后 关到圆明园 就把他们关到圆明园 好 关到圆明园 知道这是满清跟外国人最后一战 他就把他最精锐的三万蒙古鸡兵 推上前线了 这三万蒙古鸡兵是当时全满清 最精锐最后一条防线的部队 你才八千 我三万蒙古鸡兵多厉害 一定把你吹哭拉朽杀掉 有胜算啊 对啊 结果一天就战败 为什么 因为原来人家有个阿姆四撞炮 阿姆四撞炮是什么 我跟大家讲 全世界第一个急速炸弹 是啊 万箭弹 所以清朝元没看过这个啊 我告诉你 谁都没看过 他射程可以打八公里这么远 你的鸡兵根本还没来 第二个 重要是他十二磅的炸弹 一打出去 在空中 砰一下 变成四十九个小炸弹 翠片 四九个小炸弹 啪就这样打下去 那个躲都没地方躲 我跟你讲 炸开后变十九个翠片 方圆数十米 血肉横飞 后来找到这个英国 他写回去的家书 有一个英国军官 他不知道写什么 他说 哪是作战 像做梦一样 敌人一波波倒下去 我们高枕无忧 像做 作战像做梦一样 还有一个 这个英国军官 写回去的战报 说一颗炮弹打出去 就一波人马全部倒地 你这怎么打 急速弹 朝阿姆斯撞炮 啪就拔了 打开 然后就开始重进北京 是 血封地就带着人 跑了 跑了热河去 跑热河不见了 跑热河 好 那他们就进了圆明园 把这八夏里带三九个代表团 从这个牢房里面一救出来 撒住了 怎么了 看到了地狱景象 对 我们还虐求啊 他们三九个人不是被抓起来吗 对 他们用那个沾过水的那个流皮绳 去把他绑到后面 然后他们跪在里边 困住 那个流皮绳久了会缩 缩缩缩缩 缩到就压他的血管 他就不舒服 他就在那边磨 磨磨磨就皮就破了 皮破之后没人管他们 伤口就腐烂 一只一只蛆从里面跑出来 烂肉长蛆啊 你知道吗 发生什么事 一个英国的军官 他那个烂 整个都烂 烂了以后 那个蛆 趴他脸上 趴他眼睛 趴他鼻子里面 天哪 有动就钻这样 他就狂叫 就一直叫 连叫三天 叫死掉 就这样子 一个一个就这样死了 是 而且那个伤口腐烂 没有东西吃 放那边活活 你晓得吗 打开之后 三九个人 还有多少人活着 还有人活着 十八个人活着 十八个 死了二十一个 那那个场面很难看 但是活着十八个 没有一个是完肤的 天哪 不然就发疯 不然就是整个都已经被感染破烂 是 哇 这个他们气死了 因为他们关在圆明园嘛 烧 抢 砸 三个民营 下去 就这样子 火烧 圆明园 烧了三天三夜 我再给你讲 他们在圆明园抢了多少珍宝 你知道吗 有多少 一百五十万件 这么多 我今天老实跟大家讲 大家都看了十二寿手这么贵 在那边买几亿几亿 对不对 十二寿手放在外面 代表什么 根本不是珍宝 工艺很差 被抢走的一百五十件 才是真正的珍宝 所以宝贝应该放在里面 而不是放在外面 对 一百五十万 真假被抢 拿破仑知道做什么事情 看运回来珍宝这么多 在丰丹白鹿宫旁边 特别盖了一个中国馆 专门放圆明园抢回来珍宝 好 英国抢回来 很多都在大英博物馆里面 是 他们多过分 你知道吗 居然兵全部逃掉 这个满清兵全部逃掉 太监的头领 他只有八瓶 护圆明园 怕所有太监拿起刀 太监有什么武器 全部太监战死 然后圆明园一放 三百个公里全部烧死 大英博物馆里面 很多都是圆明园 其中最珍贵的 是顾凯之的驴死争图 驴死争图是 不管是东晋 后来他那是唐朝的访科版 那是全中国第一个捐画 在捐上面画 第一个捐画 珍贵的不得了 也是最早的专门的艺术家 所以顾凯之的驴死争图 是中国国宝里面 最重要最重要一个驴死争图 结果你知道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英军在缅甸被日军整个围困 围困 围困之后 我们的国军 他居然冲进去 把英国人整个解救了 解救之后 英国政府就问蒋介石 二选一 我要答谢你 一个 我把驴死争图还给你 这简直艺术界疯狂的大事 一个是我送一艘潜水艇给你 那蒋介石选什么 选潜水艇 因为他现在潜水艇 所以现在顾凯之 中国第一副捐画 最珍贵的一副画 现在你要看 你还是要到大英博物馆去看 故宫的是宋代的魔本 它那是唐代的 所以我跟你讲 圆明园 马首回归了 但是还有多 专属会员 拥有专属于你的徽章 同时你还可以观赏到 我们为你做的独家影片 欢迎一起来加入 支持我们 为大家创造更好的影片